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刚刚听不到嘉宾说要煮多久的东西 我要更短 马英九上去北京访问 游览八达岭长城的时候 大家上网看 和一众随行的大陆学生 唱抗日歌曲《长盛尧》 期间表现激动 眼泛泪光 多度耕烟 还用手拍出来 抹眼泪 好了 每次都哭了 你老母 你呢 这个 马英九 马英赵 73岁 你之前见到宋徒母哭 去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中山故居纪念馆 游泪 去到人工岛 跟着人工岛没有哭 去沾黄花江烈士 72烈士舞 你游泪 你讀这个黄花江喜而经过 读出这个缺别书 雨室缺别书 游泪 大哭是十来的 烤你好不好 曹阿姨 好气 演帝 你会不会over了 如果这样都感动 老实说 我們有問過一千個人 認識他的人 長期觀察他的人 其實真的沒有多少人覺得他收傾了錢 要去賣台 他真的 他真的 那麼認識 其實有些道理 我真的不明白 很簡單 你經常懷念以前做兩屆總統的時候 先不要說你做總統的時候 尿你萬人尿吧 美琦 尿你真是尿你 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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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 不過形勢不同了 兩件事來的 那時候和現在 你現在都覺得 如果我是這樣 好像以前這樣 和平 沒問題 你要人家和才可以 人家都要和 那就一國兩制 很容易共識一國兩制 人家在九個變了 你真的覺得沒問題 我真的不認識 我當然覺得沒問題 我也覺得台灣自古以來 是屬於偉大中國 你真是有可能的 我真的不認識 我真的不覺得你這麼感動 你做起 如果做起都超過了 你一聲就說 孫中山故宮 你又更煙 去到王花江72列市 你又更煙 是不是想起 我做中華民國總統 黨主席 我都做得夠黑了 我都黑了 你真的對不著先人 你是不是想著這些 還是想著 聽說 習主席我快可以面正 是不是這樣 窩困 就是瘋狂的 好了 另外我見到有一段新聞 一百歲二戰武兵 在六月在法國會營取九十六歲未分妻 可能我看了一段新聞 就無所謂了 我總是會覺得 是不是那些曾經少年時候 已經是相愛 但是錯過了 有時候戰亂分飛 在歐洲蔓延 終於了 大家各自各地人生 但是其實 是不是真的亡不了對方 那麼深情就未必 但是一個偶然的機會 在暮年的時候就遇到對方 於是當日 擺在心裡的愛的種子 就重新延起 但是 可惜女方 那時的丈夫還在 於是把這份愛 埋藏在內心深處 不旋總 隨著時間的流逝 女生的長愛 女性的老公又走了 當時很傷心 作為她的朋友 或者前度的情人 對她的慢半安慰 誰知道那時慢慢慢慢 再將雙方的愛火 就是隱藏在內心深處的愛火 再度重現 我初時就想到這些故事 亦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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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老實講 你說一百歲了 去到八九十歲 人當然是怕孤獨 你不要 首先我這樣想 一百歲 九十六歲 你覺得結婚還會不會走過去呢 不會吧 真的很難不說 因為為什麼呢 我看外國那些什麼金彩博士 都說人年紀大了 老人家都應該有性生活的 即是過了那個 經年期 一百歲 足湊 一百歲 一百歲 大家親密的行為 跟各位惡劃的 不一定要口很激略 好了 今天這樣就要在心才放 一個人家就要在心才放 即是讓Karen來了 好了 但是呢 你說如果沒有那個慾望 大家去找個本也是會的 我真的不知道 我覺得老人家無論如何 任何年齡的人如果 能夠找到另一半都是快樂的事 這個肯定是 但這個故事就不是我剛才所說的 我剛才所說的故事是很典型的 太多了 我們過去幾十年 莫說是在外國 就算是在我們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民國 在二次世界大戰 這些故事聽得太多了 一個播遷台灣 一個決定留在大陸 於是 陰訊全無 時間但只過一過 四五十個春秋就過去了 去到八十年代 八八八九年 兩岸開始 小三通的時候 終於見到 仿余格制 當日是少年人 今天是老爺 也是有的 不是對方沒有愛 大家已經成家了 有子女 有孫 見面之後 對方安好 就只能說 有緣無份 太多了 所以人 戰爭 這些是幾無謂的事情 令到 愛人分手 父母骨肉分離 兄弟姊妹 這些事情 真的不能再發生 但很遺憾 大家相信 都會再發生 這個故事就是說 原來 原來 100歲的 美國陸軍 空運下士 哈羅 哈羅 哇 他 D-day後 D-day也有份 如果100歲就可以 100歲就可以 100歲就可以 那麼 他呢 就準備 80年後 今天就準備 再去法國 D-day 參加法國慶祝擺脫納粹 統治80周年的幾年活動 之後他會在 當初美軍登陸海灘附近的 一個小鎮 就是浪漫帝富艇的小鎮 他迎娶96歲的未婚妻 Jenny 好了 報道 哈羅和Jenny 兩個都結過婚 都是美國人 在紐約長大的 哈羅在1948年結婚 有兩女兒 一兒 有八個孫 有十個曾孫 太太在2018年過世 那時候她是94歲 而Jenny Jenny 不是Jenny Jenny 有兩女兒一兒 也有七個孫 和七個曾孫 結果兩次分 第一任和第二任丈夫 都已經離世了 第二任丈夫 在2019年 五年前過世 他們兩個 原來是透過介紹認識的 即是有些朋友 紐約的紐約 紐約人 介紹他們認識 起初不順利 哈羅說 甚至連一眼都沒有看過去 也沒有怎樣跟他聊天 Jenny 在餐桌上 你看看我 我看你 但甚麼都沒有發生 但家人和朋友 總是不知為何 希望他們多了解些 再掀紅線 結果兩個人 都終於慢慢墮入愛河 你家人 又會 這麼熱誠 就要兩個都一拍即合 發露孝嗎 有些人會這麼說 2021年兩個人開始交往 決定在今年結婚 所以兩家人 就計劃在6月去到巴黎 和其他二戰魯兵 一起參加紀念活動 之後就會在洛曼帝附近的小鎮 叫做Mawaris 是一間建於1600年代的教堂裏面 舉行婚禮 這樣說 都很浪漫的 但都是那句 會不會敦文幸防呢 有水啊 我先提到 其實是一段時間 在這個日子裏 我把這些日子裏拿出來 那是一個 我現在不知你是到哪裡 這個叫做 那一個叫做 那這個叫做 那一個叫做 那個叫做 那一個叫做 那 就是 我叫 your 那 我叫 Jacqueline 是大馬的網友 去年我聽過 那个媽媽過身的事情 我也很難過 我媽媽在去年十月都走了 所以我寫了這一篇紀念我媽媽的文章 除了在大馬我有投稿之外 亦都希望可以跟啤梨哥和網友 分享一下我們對身為長輩過世的懷念之情 OK? Jacqueline 她說我出生之後 因為爸爸媽媽忙著做事 所以我很小時候就把我交給媽媽來照顧 媽媽雖然我是女兒 媽媽一定很疼愛我的 她說但是 因為日頭的時候只有我和她在家 而她亦都會去別人家打掃 幫補加計 那時候其實她是檳城人 過去都是苦日子來的 都會帶我一起 結果有一天 她在別人家打掃的時候 把我放在廚房 突然間做一做事 聽見有雪櫃打開的聲音 她還以為我開雪櫃拿東西 後來聽到外面有人喊地震 她才發覺 於是馬上進來抱著我衝出屋外邊 那次她救了我 那有沒有救過這麼嚴重呢 其實馬上在檳城也能解釋到的 其實就不是什麼大型地震 但是因為地殼板塊移動 譬如我所認知 2004年 2003南亞海嘯那次 印尼蘇門的南亞海嘯那次 因為她也是地殼變動 那其實呢 譬如在檳城那些地方 都是有感應的 其實在近年 甚至乎 有些科學家認為 因為板塊移動的關係 過去不是處於地震大的馬來西亞 有幾個地方都可能會有地震 沒有發生過的 我不知道 我們 好了 在我董事之後 可能是四、五歲、五、六歲 只要我看見媽媽不在我身邊 我就會哭著去找她 有一次看電視 電視剛剛播出的四千金 那隻兒歌 四千金應該不是死得那麼快 始終我們是馬拉節目 我就要求媽媽幫我 跟他們摘一樣的髮影 媽媽當然不太懂 不過她都沒有努力滿足我的要求 從那時候開始 因為我想那次她是希望 我覺得自己又被人好好地愛住 那一定是親愛你的 好了 到了回小學的時候 因為學校來我家很近的 所以媽媽每天都會帶我一起走路上學 有一次老師給我很多功課 媽媽想幫我一起做 但是就被我爸爸阻止了 她一定要我自己做完 她 媽媽就這樣看著我 陪著我一直到我寫完已經是深夜了 那一次 我覺得媽媽對我的陪伴 已經是最詳情的告白 他們那些 台灣人馬拉人寫的文字 真的 我覺得 我們不會用最詳情的告白 這些 到我有了一個弟弟和兩個妹之後 媽媽都仍然最實是我 最偏心我 她最不捨得 就是看到我被爸爸罵 被媽媽打 我還記得 之前 媽媽帶我去媽媽家的時候 我嫌棄她家很簡陋 連馬桶都沒有 但我又很喜歡 因為她家裡 外面的花園可以玩千秋 而只要去到她那裡 我就覺得我自己有靠山 就算天塌下來都不怕 你爸爸老媽子 就是說你的時候 就媽媽抱著你 到我去到台灣讀大學的時候 偶爾我都會跟媽媽視訊 我在台灣是做獨餐飲管理的 在我實習的時候 她有一天突然在檳城 飛來我實習的酒店看我 她還訂了一間在我酒店的房間 當時我真的想都沒有想過 一個實習生 身為一個實習生 竟然可以有機會 跟媽媽一起在酒店的房間裡面 睡覺 那幾天真是我實習期間 最快樂的時刻 到畢業我回到馬來西亞之後 媽媽托朋友介紹我 在一間酒店做事 我在那裡認識了我男朋友 也是我現在的老公 相處一段時間之後 我就將她帶給媽媽去見媽媽 媽媽都不是很喜歡的 但是都沒有什麼反對 我跟男朋友相處了差不多十年 到有了BB才結婚 到我BB抬了BB六個月的時候 媽媽就說不行 你一定要辦婚禮 因為我們經濟環境一般 都想要簡單一點 阿媽就說分戒指 拍婚紗照片 都是她給 甚至還給了很多金鏈 金手押押腳押押 當假裝 那一次我才發現 她其實真的很疼我 很尊重我任何決定 即使我老公不是她 那麼預期 那未必是的 我覺得 不過有時候當我女兒 或者當我孫如珠如寶的時候 是男人都覺得配不起她 好了 有時候我看見人家 說自己的阿媽還男兄女 我就真的覺得很幸運 碧莉哥 因為我阿媽真的很疼我 我和我阿媽的故事還有很長很長 可能再說一個月都說不完 以前總是覺得時間還有很多 長大了可以好好孝順她 報答她 想不到她就這樣就走了 那個看著我長大 看著我結婚生子的阿媽 在元宵前兩天就過世了 83歲 那天我看著她 睡著睡著就斷了氣 我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 一方面 又很慶幸阿媽可以解脫 但是我又真的很不捨得她 阿媽 你放心 我會永遠記得你的教誨 我會和我三個弟妹和睦共處 我亦都不會盡量 不和自己的小孩起衝突 我會好好愛惜自己 不會再給爸爸媽媽增加負擔 阿媽 希望來世我仍然可以做你的孫女 再給你愛一次 亦都可以好好地愛你一次 嘩 現在輪到我的根源 其實呢 真的有父母的小朋友 就固然是幸福了 即是我們一般來說 即是隔著那一代 即是始終真的不同 隔著一隔 就當然關係沒有那麼密切 你對阿媽阿婆 阿公阿爺 可是阿爺 阿媽阿公阿婆 對我孫女的愛呢 真的 如山搬高如海搬心 所以我覺得 如果還有阿祭阿媽 阿媽 阿公太婆都在 多多地去去稱eninра老人家 觸手 抱抱抱抱 MILUSU 親父母就是這些肉脂膝 畝畸不慰一點 吃肌肉 阿媽阿婆阿公阿爺那些 真的 800 不要吝音色 不要愛得太遲 到時寫一篇文章給我 休息一會